马斗福音第四章 那时耶稣被圣神临往旷野 未受魔鬼的试探 他四十天四十夜进食 后来就饿了 试探者就前来对他说 你若是天主子 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 他回答说 经上记载 人生活不只靠饼 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 那时魔鬼引他到了圣城 把他立在垫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天主子 就跳下去 因经上记载 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又记载 你不可试探上主 你的天主 魔鬼又把他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 将世上的一切国度及其荣华 指给他看 对他说 你若俯伏朝拜我 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 那时耶稣就对他说 去吧 撒旦 因为经上记载 你要朝拜上主 你的天主 唯独侍奉他 于是魔鬼离开了他 就有天使前来伺候他 耶稣听到若汉被监禁以后 就退避到加里雷亚去了 后又离开纳扎类 来住在海边的葛法翁 即住在泽布隆和纳斐塔里境内 这应验了伊萨伊亚先知所说的话 泽布隆帝 与纳斐塔里地 通海大陆 约旦河东 外方人的加里雷亚 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 看见了耗光 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 为他们出现了光明 从那时起 耶稣开始宣讲说 你们悔改吧 因为天国临近了 耶稣沿加里雷亚海行走时 看见了两个兄弟 称为伯多禄的西满 和他的兄弟安德雷 在海里撒网 他们原是渔夫 他就对他们说 来 跟从我 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 他们立刻舍下网 跟随了他 他从那里再往前行 看见了另外两个兄弟 在伯德的儿子 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旺 在船上同自己的父亲 在伯德修理他们的网 就召叫了他们 他们也立刻舍下渔船 和自己的父亲 跟随了他 耶稣走遍了全加里雷亚 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 宣讲天国的福音 治好民间各种疾病 各种灾样 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叙利亚 人就把一切有病的 受各种疾病痛苦煎熬的 附魔的 巅峰的 瘫痪的 都给他送来 他都治好了他们 于是 有许多群众 从加里雷亚 石城区 耶路撒冷 犹太和约旦河东岸来 跟随了他